时不时会有朋友问我 我自己有一台发动机 我可不可以直接用这个车架 然后匹配我的发动机 那么今天呢我就通过安装动力总成 来让你看一下这个车架是否方便配你的发动机 先来看一下我的动力总成 包括一台301cc的通机 CVT的变速器 还有一个倒档器 这个是CVT变速器的背板 在这里呢因为我要把它做得更紧凑集成 所以说背板就取消掉了 虫弄盘不用装在背板的轴上了 而是装在倒档器的这个轴上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安装 首先先把倒档器揪位 第一步装到档器就不是那么简单 看这个螺栓 我如果要是从这一侧 把它伸进来 安装 可以看到这个螺丝过来的话 离这个悬挂就很近了 这样一旦这个简震一压缩的话 就会顶到这边这个螺栓 所以这个毕竟是很紧凑的嘛 所以必须得螺栓得 从这边来进行安装 但是从这边安装的话呢 现在这个悬架跟它是有些干涉的 所以现在装进去 必须得把这个简震 下边的这个螺丝 两侧的都去掉 然后给车顶高一些 让它的这个摆臂往下探一些 这样的话这个螺栓才可以伸过去 现在我们要把倒挡器的这个控制拨盘撞上 它是用来控制切换倒挡和前进挡的 然后我们现在安装链条 不少朋友坐越野卡丁车 是直接把发动机放在后边 放在这个悬架的摆臂上面 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黄下的质量太重了 影响车辆的操控和灵活性 包括对发动机也并不很有善 因为颠簸的太厉害了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呢 实际上是将整个动力总成放在车身上 也就是黄上 但是这里边呢就要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我这个车设计呢 实际上它的这个齿轮的这个输出轴 在这个地方 它和摆臂的关节 两边的关节是要处于同一轴线上 这样才能保证在车辆颠簸 减震压缩的时候 这个后边的这个轮轴呢 是以前边的这个齿轮轴呢 作为一个半径 以它为原心来进行运动 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说在 减震压缩的过程当中呢 链条出现忽然的松弛或拉紧的这种状态 导致容易把链条拉断 现在就可以装CVT的从动盘 这个发动机 这个是倒挡器 可以说这边看它们就是非常紧的贴在一起的 这个悬挂的摆臂 它们之间的这个空间缝隙也是非常小的 从这也可以看到 这个倒挡器 发动机 还有CVT变速器 这个机油的放油的油堵 还必须得切削掉一部分 否则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干涉 可以说真的是紧凑到了极限 我不能断言 你绝对不能把你的发动机装在这个车架上 但是我倒是觉得如果你具备这个能力的话 你不如自己坐一台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